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茶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价格贵一点 但是呢茶叶其实不错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来聊一聊天津市长 廖国勋 突然疾病离世这个消息 这叫英年早逝 年富力强 廖国勋是被宣布为 突发疾病离世 走得很突然 使得很蹊跷 到底是病逝 自杀 跳楼 上吊 现在江湖议论纷纷 不亦而出 天津的党报天津日报 昨天报道 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 天津市长廖国勋 4月27号 因突发疾病 经抢救无效去世 终年59岁 那么他是引述的是 天津市廖国勋 智商工作小组的 披露的有关的消息 我们也查了一下资料 廖国勋最后一次的公开活动 是4月25号 天津市政府召开的 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工作会议的做部署 李鸿忠也出席了讲话 当天的画面来看 廖国勋穿着 深色的夹克出席会议 神态没有明显异常 说天津官场 有关人员呢 就向内地的一些媒体透露 他的去世非常突然 这个非常突然 这几个字很有意思 首先第一点 公开的资料显示 廖国勋是出生于63年2月 那应该是陆大学本科是八一级的 是四川成都人 是毕业于贵阳师范大学 当时叫贵阳师范学院 是读化学系 化学系跟习近平的本科差不多 化工系 长期在贵州省工作 07年起呢 在同仁地位当副书记 行政 行署专员 地委书记 然后呢 市委书记 一直在同仁发展 2012年起 先后呢 进入了贵州省 常委 一直担任了秘书场 2015年4月 他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那当浙江省委的组织部部长 直接进入了浙江新军的大本营 2016年转任上海市委常委市级委书记 那一下重中之重 时间不长 但是呢 这个转身很重要 2020年的2月28号 升任上海市委书记 副书记 紧接着接任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 重中之重 群众 2020年的8月 到天津去 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九月代市长 紧接着呢 在2020年的9月16日 当选为天津市市长 正部级 履历 就三个区块 贵州 浙江 上海 贵州时间长一点 浙江是过渡 紧接到上海 啪 进入了天津 第二呢 我们从履历看 廖国勋 他是在贵州 先后服务过栗战书 赵克志 陈敏尔 三任的省委书记 尤其是后两任 是吧 后两任呢 秘书长 那大秘 除了在贵州任职 在2012年起 然后呢 直接调出贵州 出任浙江省委 常委 组织部部长 上海市委 常委 市集委书记 还有市政华委书记 等等一大堆 到了2020年 然后到天津 带市长 市长 19届中央局委委员 18大 19大 代表 11届 13届 全国人的代表 那也很轻 履历很完备 这是第三点 从政的履历很完备 早年长期在贵州任职 以现任的全国人大委员长 栗战书等中共高层要员 关系密切 如果关系不密切 不会一路的这样的上来 栗战书是2010年的 8月到2012年的7月 担任省委书记 贵州省委书记 廖国勋 就是同仁地委书记 紧接着升任 贵州省委常委 就在栗战书调任 中办常务副主任的 同一个月 他就出任了省委秘书长 成为栗战书之后 两任贵州省委书记 赵克志和陈敏乐的大秘 好了 到了2015年4月 他离开贵州 调任浙江省委 当组织部长 那个时候省委书记 是夏宝龙 那夏宝龙大家知道 习近平很亲信的人 是吧 好了 资江勋金大本领 当了组织部长 那不得了的一位置 到了上海 当了政法委书记 调查过命建筑 处理过公道安 那六个月杀手很快 紧接着到了天津 也就是这个人 除了服务过 三任的省委书记 也跟两任的省委书记 共过室 一个夏宝龙 都是李强 所以他服务的 辅佐的 清一社都是习近平的核心团队的成员 总体上看 他升迁的道路是向上的 其实离直辖市市委书记 或者到北京出来更高阶位的职务 可能性是存在 甚至有人说是一步之遥 所以这个走的太突然 也有点可惜 想当官 最后来差这一公里就没了 第四 我们看看 天津一直是个大码头 其他都不说 李泪环的影响到现在余无一尚存 那么天津这个码头 也出了很多事 包括了正华语系统 基本上一塌都少了差不多了 正华语系统 十八大之后 天津的官场持续被清洗 天津市市长 黄兴国 天津市市长 常务副市长 杨栋梁 公安局局长 武长顺 副市长 尹海林 省度级的老虎 纷纷落马 正华语系统的整数 力度非常大 几乎就少了一遍 特别最近一段时间 天津的高层人士变得很密集 有关李鸿忠 孝忠 友方 二十大 进京 当来更高职务的传闻甚广 应该说 如果没有其他意外 廖国勋 理应是一个 栏栏上升的政治明星 但这个时候 突然发病 也难免 让外界猜想纷纷 第五点 昨天那个消息一下 在自媒体的社交平台 海外的媒体 纷纷的就出现 但很多人都集中谈的不是病 他不是突发了疾病 而他说他是自杀身亡 怎么自杀 一说跳楼 一说是在办公室用绳子制疫 那么一说有关自杀消息 已经传达到 天津市局局官员身上 说法很混乱 但这对疾病 突发疾病这个说法 很多人打问好 很多人打问好 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 当红炸子机 一个蓝蓝上升 严富力强的明星级的人 如果是不显山不认水 一步一个脚印 能够走到今天 也不是个等闲之辈 关键的时候 为什么会自杀身亡 找不到符合逻辑的理由 因为有心肌梗舌 这很容易 但是身边的保健医生 应该是有的 也就因此 廖国军的死因沉迷 虽然外面现在 纷纷扬扬 很多说法 会声会舍 但官方会不会给一个 更权威的交代呢 我们也拭目以待 第六点 政治江湖中人 我们已经说过多少次 不安全感 不确定性 不足为外人道 想当官就得承受这个压力 即便是习近平的嫡系 之江新军 或者受到习近平这个嫡系 信任重用的人 免不了 也会奴隶薄冰 战战兢兢 普遍存在的政治性的意义 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 我看恐怕不会在这少数 这个呢 只是靠了党内的生活会 批评一次 或批评一年度的数字不够 平时这种心理压抑啊 压力啊 这个呢 我们可以想象 之江新军的核心团队 或者备受重用的人 一般来说 没有任何理由去自杀 没有 如果真的选择自杀 势必有不得不死的理由 当然一生病 心肌梗舌 也这么之类的 很容易啊 现在的人 但是会不会是他杀呢 目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 你死因不明 也免不了大家就纷纷猜测 但是像他的正部级的官员 医疗保健一定十分到位 身上有什么毛病 随时会有人提醒 我相信他的警卫也是贴身的保护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 找出突发疾病的理据 也许他真的是过于居劳啊 日以继月 五加二白加黑啊 这是盯不住 受不了 但是现在是 二十到召开前的政治敏感期 也难免议论纷纷 小道消息不敬而走 当然那我们知道 沈德勇的这个审案 也开始牵涉到江西省的两个大老板 也被带走了 沈德勇在赣州的那个市长 也是他的外甥女婿 也被带走了 但是呢 不是要死亡的事 没有任何征兆 神态没有异常 啪没了 所以难免大家会 有很多猜测 那么好 最后一点 廖万勋 这个已经成立的智商小组 领导小组 好了 两个观察点 会不会举行追悼会 追悼会的规格 新华社会不会发正式的复告 人民内报的版面处理 是不是有一个合乎他政治身份的位置的摆放 这也是可以证明是自杀 他杀 或者是真的突发疾病消息可靠性的一个佐证 不妨再观察几天吧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是一个人生艺的 也是一品生艺的 老杨是一品生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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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小组 老杨对她的人生肌 老杨是一品生肌 老杨是一品生肌